已經講了 如果重來一次我一樣當仁不讓 這句當仁不讓是不是就像定宜講的 在講他未來的這個動態 然後另外你怎麼看這個國民黨 現在的這個內部之亂 本來是講說2022 搞不好這個藍營還有蠻有勝算的 可是這樣子鬧下去 還會有勝算嗎 你看光是現在現階段霸場的事情 現在這個藍天行動聯盟就已經講了 霸場沒有過你朱立文就給我下台 結果現在看得出來是 反而國民黨中央競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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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競� 搞成這樣黨主席責任不是最大嗎 你一方面你這邊沒辦法壓制申嵐 你讓戰鬥嵐讓申嵐什麼藍天行動聯盟 在那邊好 明明是少數 可是就媒體上呈現效果 他變成多數嘛 那是朱立倫領導能力有很大的問題 這個我想應該在場來賓都可以達成共識 除了責責以外 他是領導能力 那另外一方面呢 你朱立倫上任之後的第一站叫做公投 雖然不是他提案的 第一站是罷免 對那罷免他是掛中的尾啦 那真正他操兵的第一站叫公投嘛 你公投四個都輸 然後說好吧你上任時間不久 那暫時要求你不要負責任好了 那如果接下來補選又輸了罷免又輸了 那請問國民黨誰負責任 對啊 叫黃子責負責嗎 對啊 那他沒那麼大權力啊負什麼責 劉威舟有辭職了啦 對不對 所以所以你說 可是國民黨現在有個問題說 現在真的沒有黨主席 朱立倫辭職之後 那誰來當黨主席 現在真的沒有黨主席嘛 對 那趙浩剛聲音大很正常 因為我跟你講 在公司在團體在政黨都一樣 越沒有事情做的人聲音越大 越不用做事的人聲音越大 不用負責任聲音最大 因為他講什麼話不用負責任 他就負責罵人就好了 所以他聲音很大 然後說這個高雄人逼全台灣人吃萊豬 對啊 最後反正扛責任的還是朱立倫啊 對啊沒錯啊 所以我剛剛各位在發表高見的時候 我用我的腳趾頭想了一下 哈哈哈 哇你腳趾頭比較累 我已經排到2024年都幫他們排好了 哦真的啊 基本上2024年泛藍體系的選總統 到目前為止來看來 可以先排除郭台銘啊 因為他自己真的沒有這個意願 目前為止 到目前為止他是真的沒有這個意願 所以目前為止可以排除郭台銘 那好 先從明年開始 明年台北市大概就想萬一要選嘛 桃園我推薦趙超康啊 對 有地緣關係 因為離台北很近嘛 對不對 趙超康剛剛選高雄啦 沒有沒有 高雄有別的人 高雄讓給羅志強 高雄好搶手啊 然後朱立倫要選台南 因為他岳父是台南人 有地緣關係 朱立倫要選台南 而且台南是國民黨的超級艱困選區 而且我們不能讓王定宇太輕鬆 要他努力輔選 你別為了我猜到黃偉哲 所以朱立倫選台南是個是個好 好點子 那台中當然盧秀燕要選連任 而且朱立倫選台南展現決心啊 對不對 黨主席 以前黃信介去花蓮選耶 對啊 要勇敢帶黨挑戰 黨主席御駕輕爭 2010年黨主席蔡英文是挑戰新北市 都是不好選的區域 對不對 你去選台南嘛 選贏當然就很棒啊 選贏 我跟你講黨內很多人會鼓掌 因為2024就少掉一個對手了 選輸也沒有關係 看你選的好不好 那高雄當然交給羅志強 因為羅志強講過啊 他說他的臉書 按讚數有到100萬 他就要選台北市長 那台北市長現在看起來沒機會 他臉書按讚數有100萬啊 因為我也有去按讚啊 可是我不會投給他啊 羅志強你如果繼續沉迷在那種網路聲量等於選票 那個虛幻的世界裡面 那你就去選高雄嘛 你就去高雄參選這樣六度都排好了嘛 對不對 2024總統當然是朱立倫啊 還會有誰 要不然就韓國瑜嘛 就這兩個人 韓國瑜他2022不選哦 他講2022不選 但是2024韓國瑜 他並沒有說他不選 那就2024就韓國瑜選總統嘛 我這樣就皆大歡喜 大家都有位置 大家都不用吵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現在真的 排得好好的 最大的問題是怎樣 他們最大的問題是說 這個黨找不到中心思想嘛 你到底你這個黨 你的中心思想 你要走的路線到底是什麼 中心思想就是各走各的路啊 這是中心思想 他們的中心思想啊 感謝上大師解惑 原來中心思想就是分崩離析 你今天這個黨 就是黨主席沒有領導力 你完全帶不動這個黨 你現在講話 朱立倫在公投結束後的隔天 他有去台中跟延寬恆一起 那時候他好像是一個總部 競選總部成立 朱立倫當時怎麼講 他說全黨同心協力幫助元寬恆 請問到今天為止 現在離投票剩9天 對啊 你看過哪一個國民黨立法委員 或是說我們喊得出名字的人 陪元寬恆去掃街去站路口 青年團有去的 除了江啟臣以外 江啟臣有去過啦 學委青年團我比較喊不出名字 江啟臣有去過 江啟臣有去 我說是喊得出名字的人 你再看看民進黨 王定宇去過台中幾次了 民進黨多少個立委 通通跑到台中去 差別就在這裡嘛 那江啟臣 朱立倫你講說全黨同心協力幫元寬恆 那根本就是太監上青樓嘛 就沒指望啊 沒有在全國各地替顏寬恆加油 可是對不起 只有中二的選民有投票權 你在其他地方沒有用 所以你光這一點就 朱立倫想不想顏寬恆人贏 當然想 他一定希望顏寬恆人補選能贏 問題是你的黨的力量 力道用在哪裡 對 所以所以到底是怎麼回事 這你這領導力 看苗頭不對哦 就閃一邊 好的時候就蹭過去 你光領導力這一點你就看得出來 他是完全沒有領導力嘛 所以搞到國民黨現在是 諸侯各自割據嘛 那侯友宜的確 你不可諱言 他是國民黨裡面最強的 目前為止最強的一個人 但是我幾乎我現在就可以斷員 侯友宜2024不太可能 被國民黨提名選總統 他的機率很低 大概低到可能只20%以下 光是朱立倫跟趙少康的私心 就絕對不會給他機會了 侯友宜在民間的支持度高 可是在黨內 你現在剛剛在講 深藍討厭他 深藍討厭他的影響什麼 你在黨內初選你會很慘 過不了 對你黨內初選你就很慘了 那你怎麼辦 所以最近我昨天晚上還聽到一個 最新的政壇八卦 什麼八卦 說來聽聽 就是侯柯沛 侯柯沛 別忘了民眾黨有一張門票 可是侯柯沛的前提是 柯文哲要願意當副手 他當時就跟郭台銘就合作就好了 沒錯 所以2024的變局當然很大 當然大多數人會看2022 大多數人評價覺得 國民黨明年2022選的不會差 基本上我同意 可是你若從歷史來看 2014年誰想到民進黨縣市長會選那麼好 2018年誰想到國民黨會選那麼好 對 所以2022年國民黨一定會選的很好嗎 我覺得也很好 也未必啊 而且就算剛剛上一副不是講 2018年國民黨選很好 2020輸的多慘 對 所以我覺得台灣的選民 我觀察這幾個投票 台灣的選民 現在慢慢的已經可以 把總統立委縣市長 議員的選舉 那個不同的人選的標準 就說現在很流行講人設 人物設定 他可以他可以分得很清楚 所以支持你當縣市長 未必我會支持你這個政黨當總統 所以還是按部就班一步一步走下去 那國民黨現在當務之局是 要找一個夠強的黨主席 但是看起來好像找不到了